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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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电话给我们说 这件事情真的要发生 小朋友们真的 有一个叫李志凯 当年的蔡奇阿凯 他真的要去奥运了 你们要不要来拍一下 然后林玉贤导演 其实他有一直在追踪这两个小朋友 可是其实没有想到这么快 因为我们原本预计是2020 以李志凯他的在选手生涯的发展 大概到23 24岁的时候 会是最成熟的时候 我们才觉得 那个时候可能有机会去奥运 没想到提前在2016年就发生了 然后阿凯导演就打电话给我 就说阿乐我们要准备一下 要去奥运了 那所以说从这个15年前 是15年前吗 翻滚吧男孩 那让他们登大廊的 这么长的岁月里面 我们既然号称纪录片 这中间有记录到吗 这中间其实 一般应该说中间的过程 没有我们没有一直去 不可能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每一个 你16岁17岁就这样一路记录 是因为其实中间 大家知道其实这些年 台湾的电影也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苗导跟我都有各自的工作 其实那时候 翻滚吧男孩之后 阿苗拍了一个电影叫六号出口 听说很惨吗 对就非常惨 让他负债累累 就在 他的人生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本 他最近发的一本书来看 里面就有记录整个过程 对 然后其实我们都在 简单讲就是顾顾生活 对但其实跟小朋友跟教练 一直都有保持联络 对 当然是这个过程 这个乐星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翻滚嘛 阿信 就是领域性这个教练 或者说领域贤导演 是 包括两位小男主角 李志凯跟黄克强 其实你们都是共同有个交集 我可以定位你们都是追梦人 所以梦该不该追啊 就是说中间有一些这种曲折 坎坷 甚至落魄 然后后来再起的那种 那种戏剧化的这个过程 难怪这个屡屡 就是不管是得奖 或者振奋人心 或者是感人热泪 那尤其是发生很多在这个竞选 这个体育场上的 所以先讲黄克强 小男主角 现在不能叫他小男主角了 黄克强 是 我觉得其实 在我们记录的过程里面 看这两个选手 会一直投射到自己 自己的生活 包括我们拍完男人这部电影 也会觉得他好像 一开始我们是想 要把这个电影定位成说 是给像克强跟志凯 他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的 一个鼓励 或者说一个激励 好像是两个世代之间的对话 他们两个是几岁 他们两个现在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对对 然后我跟苗导大概是四十 对大概是他们的一辈 没有你看不出来了 那会定位成这个东西 因为但是后来 越拍到后来发现 其实不管你是哪一个年纪的人 在这一段时间 在过去的这个十五年里面 来讲 在台湾生活的这群人 所要面对的那个困境 跟所要面对的挑战 其实是一样的 只要你有一个 你追逐的目标 只要你有一个 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他不会是顺遂的 但是他会起起落落 其实就是 我们不可能是等于 郭信淳那个世界的 我们也不可能是等于李志凯 可是当李志凯 那个完美的落地下来 他整个那种 在盘旋的过程当中 说实在心情为之取福 而且我们会投射 我们会找到感动的力量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金融广告 我们回来 我们请这个 恶心来跟我们深刻刻画 黄克强跟李志凯 这两位 这个非常特殊 你们陪伴长大的 这两个男孩变男人 好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黄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 当事人邀请的是 翻滚吧 男人导演 郭乐星乐星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 来描述一下 刻画的两位男主角 当然是 大家提及 黄克强 那另外当然是 旭大运大放异彩的李志凯 是 其实 李志凯跟黄克强 他们这两位选手 非常的有意思 他们从小就是 最要好的朋友 也是最大的对手 所以其实大家从 翻滚吧 男孩里面 就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那个从小较劲的 那个味道 就是 就是一个要赢过 另外一个 但是小时候 因为黄克强 他的知识比较好 反倒是这样 对 所以他大部分是黄克强赢 结果没想到后来 因为他知识好 所以在旁人眼光里 他就是好像有一点 轻松啊 随便 反正我怎么样练 我都赢 所以他臭屁 对 所以他臭屁强的 绰号是这样来的 那后来 没想到李志凯这个 就是慢慢的 慢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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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终于 他长大之后 他超越了黄克强 而且不是一点点 是很多 那中间有个 很关键的事情是 因为 当初他们要 林教练因为一些事情 他要离开宜兰去 体大教书的时候 有问这群小朋友 有没有人要跟他去 结果最后只有 李志凯一个人 为什么 就是可能有些 是家庭因素 或者是选手 他自己 其实小朋友 搞不大懂 说我要继续练体操 我应该要跟着谁 他对这个事情 没有概念 还没并进的时候 对 那爸妈可能也会想说 就是一个小孩 你把他一个人丢到外地 让他跟着教练在那边生活 其实太辛苦了 有很多家长 他是舍不得的 对 所以就是只有 李志凯一个人去了 那 那他们两个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 就发生了很大的差距 当然黄克强的部分 因为他从小 就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 我们讲天才型的就表示他学东西很快 尤其是体操的部分 他的知识是非常好的 那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 你看他觉得好像散散的 吊啊郎当的 就是晃啊晃 但我们后来观察到 其实这里面有一点心酸的部分是 因为他怕失败 就是说 对他来讲体操困难的东西 对他来讲不是困难 他都可以克服 但是他怕这个动作没错 失败了 人家会笑他 因为他是一个天才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天才 所以我不能失败 所以我只好给自己一个保护色 就是我嘻嘻哈哈 我无所谓啊 李之凯赢过我 是因为我没有认真 嘻嘻哈哈这样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认真了 也许我可以赢回来 其实就是玻璃心啊 对 内心藏了一个玻璃啦 玻璃心啊 那在黄克强 他有一个怪病缠身 是 让他可能备受打击了 是 士大远没有看到黄克强啊 是 因为我们原本预期在士大运 会有一个很精彩的对决 虽然是纪录片 但是 我听说你们纪录片两个 有一个影像是两个对决的态势啊 对 但是就是原本想要拍到那个东西 但是你知道纪录片的东西 我们只能规划 是 但是脚本是老天爷给的 包括 黄克强这一路上的挫折什么都是我们没想到 对对对 都是比如果你把它写成一个剧情片 人家会觉得怎么这么撒狗血 哪有人去奥运之前突然就又出事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谈他也有他的挫折啊 对 前往奥运之路 这个是镀金之路啊 对很心酸 所以他竟然这个骨头有状况碎裂 那黄志凯呢 他面对自己怪病 黄志强对不起 李志凯 他在这个怪病到底是什么怪病 后来他克服了 他现在是也不用急啦 2020他也可以前去奥运啦 其实他那个怪病叫做EB病毒 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得 他就像感冒一样 有有有我有一个时报同事 对 就是他会吃你的那个心 他是如果在心脏 他会 破口啊 去吃你的心脏的那个 对他是一种很奇怪的 很奇怪怪病 但是一般人在正常的免疫能力 状况底下是没有问题的 大部分你甚至得了 你都不会发觉 可是因为黄克强他有一阵子 练得特别的勤劳 他们他真的很努力 因为我们去拍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觉得他被看到了 我觉得全手被看到 他就会被鼓励起来 他就很 大家如果有看影片的话 他会知道说他后来真的很努力 拿到四大运台湾的第一名的资格 他是第一名入选四大运的选手 结果得了这个病 又掉到最低 因为EB病毒把他的肌肉都 就是因为他身体 吃了一些肌肉 可能白话文这样讲 因为怎么讲运动选手 其实他某方面来讲 他的身体没有太多的脂肪 所以他生病的时候身体就会发烧嘛 发烧就需要燃烧热量 燃烧热量没有脂肪的时候 他就会烧到你的肌肉 所以他的肌肉就突然像吹气球一样 消掉了 然后就掉了五六公斤 但是你知道他那个全部都是肌肉 所以他很多动作 他原本有力气可以做的 他可以想象他可以做的东西 他都做不起来 那个对一个选手是一个很巨大的折磨 会觉得永远 是不是我就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后来过程 也有遇到一些选手跑来看完电影 来跟黄克强打气 说你要加油 因为我也得了这个病 到现在六年了 我还没好 我还在奋斗 黄克强好了 怪兵走了 对 他现在复原了 他会有 就是说我们来说 在这个归零以后 他更有一个弹性可以跳起来 对不对 是 就是说我们也会觉得说 某方面来讲 他这么早遇到这样的困难来讲 其实他以后 更增加他的勇气 因为这么困难的事情 他都遇过 他就不害怕 好 听众朋友 我又要咳嗽了 不好意思 有点小感冒 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关系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翻滚吧 男人的导演郭乐心 乐心其实就是翻滚吧 不管你是男孩男人 或是你是阿兴 或是这个阿兴 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场翻滚大戏了 你可不可以谈谈 刚刚我们还没有时间谈到的李志凯 以及几乎把灵魂附着在李志凯身上的 那个阿妙导演 李志凯的部分他就是从跟着教练去桃园之后就一路很辛苦的苦撑到现在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也是看着他从去奥运之路之前一路到后来师大运夺金的这个过程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在你在你没有得到金牌之前是没有人要对没有人要理你没有人要帮助你只有你的教练跟身边的家人在鼓励你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也很像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所以我们讲这是老天爷给的剧本就像安玛这件事情因为安玛它是一个很需要坚持的运动因为他在那个安玛上面是连续的不停的旋转 所以你的你只要一个失手你只要这个手没有接到你就是掉下来所以你要一直坚持着一直坚持着其实就很像这十几年来他跟林郁星教练在坚持体操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有趣的这个比喻了那包括后来到阿妙导演也是他从翻滚马男孩进入了电影之路他也一直在努力耕耘在电影这一块上面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有陪钱 拍电影你刚刚讲的那个六号出口还负债但是亏了一千五百万那怎么起来然后又到中国大陆去又碰到靖寒令因为他的演员里面很多靖寒的演员嘛然后又后来又起来了对不对 就是也是一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曲折那我们回头去其实去看翻滚马男人这部电影就会想到说其实不管是谁只要是在梦想追逐这个道路上面 你不可能一路都很顺遂的就像人生一定会有高低起伏你一定会有低谷有高潮但是你要自己坚持下去要头脑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 你都在谈论别人我也都在跟你谈论别人你呢你自己的人生翻滚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那到现在你说快四十岁了是这个经历过程也是很蛮翻滚吧哪天拍个翻滚吧是我自己其实对于对于电影跟对于纪录片这一块倒是没有像苗岛那么的坚持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影像的创作我对影像的想法是说不管他是用电视或者是纪录片或者是戏剧或是电影各种方式只要是用影像方式呈现出来的东西我都非常喜欢 那在翻滚吧男人之后我可能还会继续关注青少年跟所谓的运动这块领域因为我觉得真的台湾的选手非常需要大家帮他们加油打气 经过这一次的四大运我们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家的掌声在大家的关注底下标枪可以射的特别远对对对对对那个跑步可以跑特别快举重可以举的特别重安马也不会掉下来了 我本来我本来都不认识他们后来变成会叫出他名字虽然不完全什么赵春郑兆春郭庆春啊来我们节目像高展宏啊李凯贵啊就是武术的啦什么通通都来了我觉得相当优秀 我觉得其实台湾台湾的这个世代的运动选手他们的姿势非常的好而且他们的实力并不会亚于国外的选手 所以他们可能缺乏的真的是多一点的关注跟更健全的制度去协助他们去登上世界的舞台 我觉得台湾的选手是有这个实力 是阿星其实在这个我们过程中当然我们一定会邀请想办法想方思法想邀请李志凯 是他现在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他的教练始终不放人呢 那他现在状况他的未来你会觉得他的前景他的目标放在哪里 是其实大家如果有看电影的话就知道其实阿星导演是一个非常阿星教练是一个非常硬的人 所以他们两位选手在参加了我们的首映之后就被抓回左训中心国训中心继续的训练 因为他们下一个目标不是2020是明年的亚运印尼的亚运 那因为黄克强现在身体状况在复原当中 所以对他来讲更急迫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选手的选拔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那他如果亚运的下一个阶段的选拔没有被选上国家队的话 黄克强他很可能就要回到宜兰去自主训练 所以在林教练的心目中其实比赛是第一啦 那可能这些宣传或者是这些通告对他来讲是第二 他其实是一个很硬很硬的教练 所以他马上就把他们两个又召集回去 又继续展开他的密集的训练 希望在亚运有一个好的成绩 像林玉兴导演他其实有来上过我们节目 我们台长舒伟他的在我之前的两个小时的节目 那其实有人访问他他留下一句话 他说人生像体操 留在场上翻滚就有机会赢 其实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这个恶心 你来跟我们建构就是说纪录片带给我们什么 虽然有主角有这个人有他的故事 有戏剧化转折有你们的血泪有拍摄的这个经过 但是他为我们人生 你们想这个带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你就帮我们下个结论 好其实翻滚把男孩一直到翻滚把男人 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是 他可以变成一个台湾的人民的共同的记忆 警戚啊他很努力一直好像但是又看不到那个 你不知道我要奋斗到何时才可以得到一个很棒的结果的时候 这个这些小朋友出来告诉你说我们做得到 这些事情可以给大家一个勇气 因为他们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孩子 那纪录片把这个事情记录了下来 变成一个大家共同的力量 让大家有力气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乐鑫导演 那我也下个结论吧 每个人都有人生 每个人生都有跌宕有翻滚 那要注意每个人都在写记录 我们这个记录我们可以 因为不要因为一时的失忆 而认为那个记录就是永远的这个印记 我们可以翻新我们可以写出像李志凯完美落地的 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记录 谢谢谢谢 我们马上进我们连弯抢先报 跟由Danny主持的音乐一二三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节目制作人张云珍 企划制作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一二三